国线福岛的核定危机也蔓延到了鱼货市场 现在大家都在担心 哎 到底日本的鱼货还行不行吃哦 很担心日本海鲜受到污染 现在国内就甚至有高档日本料理餐厅 他们砸下了上万元 干脆买来辐射侦测仪 现场就来侦测生鱼片的辐射值含量 好让客人安心 近距离侦测生鱼片发出滴滴声响 这一台叫做辐射探测仪 高档日本料理砸下一万三千块 特别买来让顾客安心 冷藏贵迪文宝贤店家说 这些鱼货来自鹿尔岛 每天新鲜专送 一旦测出辐射量高于安全值 就会退货 不止牡丹园 另一家日本料理三井 干脆公告暂停使用灾区鱼货 日本辐射恐慌 甚至蔓延台湾鱼市场 这西班牙的远洋鱼船 这鱼是东港的 那鱼是挪威的 宁可提高成本卖远洋鱼货 另外这一摊老板娘也强调 一盒盒撒西米绝对不是日本货 只有这一摊墙上大大海豹 还没撕掉 因为这是之前的存货量 现在也不可能进来 几乎每做一笔生意都得解释 市场经理说 日本鱼货其实只占台湾市场 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 库存量最少也有两个月 抢便宜抢时间 民众先买先存货 相较之下高档餐厅 一克最贵三千五 出动辐射仪器 说服顶端客源 中天新闻流量横泛 新鱼台北猜我们的